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台銘 郭台銘不選 呂秀蓮要選 喜樂倒推 呂蓬佩 民進黨立委說 這根本是攪局 好 16號的晚間 郭台銘陣營發布聲明 放棄2020總統大選的連署 郭台銘強調 人生有充斥各種選擇 有些決定是很困難 再三思考之後 才有這樣的決定 對期盼他參選的好朋友 他表達歉意 說對不起 讓你們失望了 從參加國民黨初選 到宣布棄選 總統參選路 一路走了153天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 我向大家報告 我將不參與 2020年總統候選人的連署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眉頭深鎖 向支持者最終喊話 郭台銘宣布不選了 國台銘話說得很酸 從4月17號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 到9月16號宣布棄選 參選之路走了153天 宣布放棄 拋出2020震撼彈 想參與總統選舉 從來就不是為了我個人的私欲 也不是為了政黨或派系的利益 我的參選初衷 是希望能夠利用我 累積40年的經驗與人脈 還有一顆熱誠的心 早在前一天 郭台銘就在深夜發表聲明 說選總統的初衷 是希望能帶領台灣拼經濟 但他只看到政治人物 為了私利挑起階級仇恨對立 不是任何人的勸說影響 決定不參與2020連署競選總統 表達最誠摯的歉意 對不起 讓你們失望了 我是永遠的中華民國派 在台灣需要郭台銘的時候 郭台銘永遠都在 選戰下台一局攻 郭台銘不連署競選總統 卻也讓支持他153天的選民 很難看得出 郭董的這一步是好是壞 TVB的新聞講 沐浩和關於台北董 郭台銘宣布棄選 他的幕僚劉宥彤親自上陣 接受電台的專訪 他強調其實幕僚這幾天 也非常的緊張 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確定不選 不過日後該何去何從 他也說團隊會用不同的方式 服務社會 本來期待董事長 出來選的朋友們 讓你們失望了 我們覺得非常的難過 也內疚 在這裡還是要跟大家說對不起 在宣布退選之後 郭台銘下一步該怎麼走 美女幕僚劉宥彤 帶郭董對支持者再次道歉 大家你問問我 我問你說要不要賭 要不要開賭牌 要不要唱KTV 就你們你們團隊的人 大概賭的都是要選還是不選 有要選啊 也有不選啊 親自上陣接受電台專訪 卻也說自己也是不久前才知道 但如今幕僚又該何去何從 有人第一天報到 卻沒要選 那個吳宇軒妹妹 對人家來了 然後對剛到 對我一定要先解釋一下 我們不會對不起大家的 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而且都是福國利民的事 這回宣布棄選不是突然的決定 郭董幾天的考量 其實連團隊幕僚自己都很緊張 在兩個禮拜以前 我們其實就已經決定 我們的副手人選了 那只是說因為在那個的前後 我們就是一直有風聲 不斷的洩漏消息 所以最後就只有董長 跟少數一兩個人知道 我們知道 雖然最後宣布放棄 卻也強調團隊 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不會對不起大家 只是會用另一種方式 持續推動郭董的想法 TVB的新聞節目 與何光毅 台北報導 郭台銘宣布不參選 讓很多人都很驚訝 包括網紅館長陳之翰 他得知消息的時候正在直播 他稱讚郭台銘大度 但也認為郭台銘被國民黨玩弄了 另外郭台銘的支持者 難掩失落的心情 其中郭董的妻子曾欣穎的堂哥 他作為粉絲團的成員之一 公開呼籲郭台銘11月透過政黨票參選 都還來得及 他不選了嗎 有確定嗎 不選的話就真的是想開了啦 語氣難言難以置信心情 因為郭台銘深夜突然宣布不選2020 可是讓許多人都相當驚訝 我覺得我覺得啦 你真的是大度 你真的是把這個權力放開了 真的讓大家一眼之為之一亮 不然我們都以為喔 你真的是有錢有錢到一個境界之後就想要全 不做總統跟他會死你聽到嗎 可是你今天這樣我也替你感到很不捨啦 叫國民黨爭氣了 那我想你也不會回頭說我現在支持韓國瑜嘛 曾跟郭台銘一起爬上山館長大讚郭董情懷 再度拋出邀約 只不過郭台銘的支持者恐怕就沒這麼領情 翻開郭台銘粉絲老虎軍團的臉書 底下網友留言主要分為三大類 唯獨不投韓國瑜 反韓投菜跟蔡韓都不投 郭台銘妻子曾欣穎的堂哥 作為老虎軍團成員之一則難掩失落心情 我們趕快來組織一個老虎軍團救國黨 如果來得及的話 請郭董就代表老虎軍團救國黨 這個藏黨來11月來登記參選 柯批的台銘黨還有親民黨 這個都在11月來都來得及 現在只不過是宣布放棄這個獨立參選而已 我們都還沒放棄啦 無論如何都不死心 可提出郭台銘應該找親民黨結盟 並非只有郭粉 參選專家胡彩平臉書開玩笑 說與朋友賭100萬 說郭台銘一定參選沒想到賭輸了 但點名郭台銘11月還有親民黨的一張2020入場券 應該趁現在培植國民黨和親民黨的親國勢力 郭台銘的下一步如何大家都在看 TVB的新聞李宣佑劉婷廷台銘報導 郭台銘宣布不選但他不放棄參與政治 一早郭辦的幕僚照常開會 他坦言得知不選的時候也很震驚 但支持老闆傳出有零基金會將會成為郭台銘 未來政治上的智庫進而佈局國會 郭董的幕僚沒有鬆口 郭台銘在晚間8點10分出門前往趙紹通家裡跟郭龍斌見面 他們三個人聊了兩個多小時快10點才結束 之後郭達給柯文哲告訴他的決定 並且在晚間10點多通知幕僚要發棄選聲明 蠻震驚的 但是我們支持他鼓勵他 對 所以最後一刻才知道說確定不選 確實昨天是開會開蠻久的 郭台銘辦公室強調決定不參與總統連署 跟任何人沒有關係沒有勸退 但其實兩個月來選不選總統 郭台銘始終掙扎 一來戰爭素人沒有可升任的操盤手 二來柯文哲聚當副手 以及建軍太晚又到大選團隊人不足 後來是不是要變智庫了呢 晚一點再說好不好 晚一點 你做哪個 政黨推薦 政黨推薦 這個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也沒有這樣子的期待 郭台銘網絡目瞭進永齡基金會 繼續投入公共事務 不選總統的下一步 不代表2020選舉就沒有角色 郭台銘不選韓國瑜沒有喜悅 反而心情嚴肅 他說郭董對中華民國的未來 和台灣人民感到憂慮跟擔心 這個部分兩個人都有共同的看法 韓國瑜甚至可以感受到 郭董受了很多的委屈 除了向他致意 也希望儘快安排時間拜會 把郭董優質的政見轉化成一起合作 有計畫的來推動 郭台銘董事長發表的聲明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對中華民國的憂慮是巨大的 他對台灣人民的未來是非常擔心的 所以這一點 我想我們都有共同的看法 那麼從郭台銘董事長的聲明 也可以感覺得到 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感受得到郭台銘內心的委屈 韓國瑜希望能夠跟他碰上一面 在這裡也要向他致意 那麼也希望能夠儘快安排時間 來拜訪郭台銘董事長 他所提出的一些相當不錯的政見 我們這邊可以把他轉化為 一起合作的方式 對台灣未來的擔憂 韓國瑜說他跟郭董是心有氣氣焉 郭台銘提出的優質政策 韓國瑜願意採納 期盼一起推動 把這些非常優質的政見 把他有計畫的來推動 所以我盡可能盡快清楚 來拜訪郭台銘董事長 藍營分裂危機 暫時告一段落 但韓國瑜覆手未定 跟郭台銘之間的裂痕 也尚未真正米平 心中大石還不能放下 TVBS新聞 徐季鴻 黃曉琪 SNG小組 高速報導 郭台銘不選 讓藍營卸下了心中的大石 也更加團結 今天一大早在立法院 就透過了珍奶跟300萬元的假鈔 全力圍剿綠營 綠營這邊也信心滿滿 認為郭董退選 大選回歸 韓蔡對決 目前看來蔡英文勝算 是相對比較高 今天請在台北市 北市便宜去哪裡買 好 蘇事撿不到300萬 只能喝國民飲料真奶 國民黨無所不用其極 猛打綠營 敬回郭董退選 藍軍卸下心中大石 拼團結全力圍剿綠營 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企業家 對於國家關心社會關心 我們對於郭董的決定表示尊重 我們也呼籲 郭董市長一本愛台灣的心 加碼投資台灣 談郭台銘退選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尊重 希望郭董加碼投資台灣 郭台銘弃選決定 政壇各有看法 郭台銘給我的感覺 真的是射擊失控 空擊失射 引用佛金表陳述 綠營談郭董退選各有見解 唯一認同的是回歸藍綠之後 局勢更鮮明 郭台銘退選 來以認為能有效整合 綠營這一端信心滿滿 表示從撒喀都到兩人放對 走向蔡涵對決 綠營看好2020勝率更大 郭台銘的參選與否的部分 其實最緊張的應該是國民黨 兩兩相對決的一個狀態之下 幾乎勝負一定 民主黨主席卓榮泰臉書 發一段短文 提到郭台銘 吳敦義 柯文哲跟呂秀蓮 一個驚嘆號搭配三個問號 耐人尋味 王丹的發文更有趣 直接點出 說不選的最後也說不定還是選 說要選的最後也可能宣布不選 選舉寄到了各種鬧 暗指呂秀蓮跟郭董 到底最後2020還有誰要選 誰不選都還說不準 但郭董這一步棋 的確也讓藍綠陣營 重新規劃未來大忌 TB新聞 綜合報導 郭台銘昨天深夜震撼彈 不只各界意外 就連柯文哲他自己也說他非常的驚訝 柯文哲本人今天會出現在中選會 領表登記嗎 他說時間真的太緊迫了 根本沒有時間找到合適的副手 到底有沒有跟郭台銘先碰面 碰到關鍵問題 柯文哲故左右而言他 本來就打算 這個玩具當副手是很早以前就有講的 我說如果要當副手自己來選就好 因為你當副總統 你選上還是要離開台北市長這個主 還有點 我要很誠實的講 這個選舉還是要花很多錢很多時間 堅持不當副手 這個決定讓郭台銘大選止步 不過柯文哲該不會要自己 披掛上陣吧 您在今天下午五點之前 確定不會去領表登記參選 你要不要找一個副總統來跟我搭檔 這個太突然了 我剛出門的時候要問陳佩儀說 那個登記要多少錢 他都知道一百萬 我說你有沒有 副手人選至今沒著落 臨時決定也太倉促 就算想登記也很為難 我們就是一樣繼續往前走 這樣就好了 郭台銘大選前抽退 柯文哲希望落空 未來藍綠袈裟也只能單獨面對 特別新聞 孝英強 彭志宇 台北報導 郭台銘不選2020 打亂了台北市長柯文哲的佈局 因為現在如果要改換自己披戰袍 恐怕時間已經來不及 柯文哲說自己決定 要先衝立委的席次 要把34席的不分區提滿 只是現在少了郭董這一隻母雞 柯文哲坦言選得會比較辛苦 收起平時的佈局小節 台北市長柯文哲拿出講稿照著念 歷經一個多月鋪陳 郭台銘不連數參選了 錯愕震驚能怎麼辦 一字一句照著念就怕有閃失 柯文哲坦然面對決定先衝立委席次 畢竟改換自己出征 連數登記恐怕已經來不及 只是現在民眾黨 實際上是不斷的 找了郭台銘這隻母雞 還是可以啦 只是比較辛苦一點啦 還是不見得人家很多 過去每個政黨在推立委 也不見得每一個都有總統候選人 既然你要叫柯文哲合照 我是絕對我兒子送一條心 不想支持人家這樣騙 我不敢這樣想做 兒子表現淡定 柯媽媽反倒有些怨言 但事已成定局 柯文哲的下一步 除了以黨主席身份幫忙 扶選立委和握有總統門票的親民黨 時代力量未來敬核 備受關注 親民黨也不會出賣我們的門票 我們只會跟志同道合的這個夥伴 一起為台灣匡扶正義 有沒有可能郭下柯上 親民黨不把話說死 炫清激震一夜間豬羊變色 劇本改寫 那又另外一個故事 This is another story 前副總統呂秀蓮趕在中選會 受理領表登記最後期限 宣布登記獨立總統副總統被連署人 他的副手就是前南投縣長彭白顯 另外新黨則是楊世光代表參選 當兩組人馬都要角逐2020的話 得先取得足夠的連署書 單憂人民吃芒果乾 前副總統呂秀蓮親自宣布將與前南投縣長彭白顯到中學會登記申請獨立總統副總統參選人 不是驚喜是幾個月的掙扎幾個月的長期思考 被很多熱愛台灣的朋友感動 今天站在前排的只是其中的代表 但是做成決定實在是昨天的事情 呂秀蓮透露直到前一晚才決定跳出來參選 連100萬也都是熱心的支持者一起籌措來的 另外新黨的楊世光也趕在最後一天到中選會登記 我希望為台灣創造100萬0百萬 更多更多100萬 新黨派出楊世光搭檔副手陳麗玲 只是兩組參選人要立拼2020前 得先通過連署這一關 最晚要在11月2號前取得足夠的連署書 才算取得選戰門票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